真不是开玩笑的 你拿了驾照不敢独自开 家里面你玩玩赛车游戏 玩玩赛车模拟器 你练下车感 其实对我们的驾驶水平 还真的是有点帮助的 有论文的 游戏赛车运动模拟 其实可以用来模拟 逼真且安全舒适的驾驶环境的 广泛用于驾驶技术培训当中 那现在考驾照的时候 也有那个模拟上路的机器 让我们打打方向 开一段路 也是有用对不对 你别这么瞧不起 觉得是假的或者怎么样 F1车队 最高级的赛车 它也是把模拟器当成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练习和训练工具的 不过实际路上的话 模拟器里面那些 开到200多的时速 拉手车飘移 左撞撞右撞撞 撞了四下没事的这种观念 你不能带到世界上来 那之所以要用模拟器练习的 一方面是为了熟悉开车的感觉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让新手朋友们有点信心 也有论文研究的 低价零驾驶人的自信程度 也叫做自我效能感 会影响他的驾车表现的 自我效能有四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直接经验 替代经验 言语劝说 生理与情绪状态 那首先就是要多练 增强信心 增加直接经验 路段选择也有讲究的 像从小到大一直走的路 每天上下班的这种路 对新手朋友本来就很熟悉 不仅可以增加练习驾驶技术 还能克服恐惧增强信心 那如果你选了一条复杂的困难 那往往就是会夸大困难 会有这个倾向的 容易导致过分的精神紧张 反而就不合适了 所以说像什么 早晚高峰高架 闹市区里的小路 这个你就不要拿来练车了 先从简单的开始 不然你都练着 我这辈子不适合开车 我开车肯定要出事故 那就麻烦了 如果胆子确实也不大 那也可以使用一些外部的帮助 你比如就找个老司机 坐在副驾 是吧 那这就是利用 刚才讲的后面三个影响因素了 老司机可以利用他的经验 提前预判危险情况 提醒新手朋友们 避免事故的发生 而且有个情绪稳定的老司机 在附驾不少新手朋友 开车的时候心情也会更好 也算是变相增强信心了 千万注意叫情绪稳定 那除了老司机帮助 车上的配置 也可以帮助新手朋友的 不少朋友都觉得 那新手就应该 在家里面的老车先开一开 这壳掉了也不心疼 其实新手开新车 可能还更好一点 新的车子 辅助配置一般会多一点 时代科技在进步的 也是有利于我们增强信心的 你比如停车 后面车子看不清楚 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 都可以提醒我们车区 还有多少 如果有360影像的 那就有可能更加方便了 还有变道辅助 盲区提醒等等这种配置 本来我就很紧张 没注意到盲区 有车或者怎么样 我打灯响变道或者怎么样 都是有提醒 帮助越多越好 我刚刚是个新手 开手动挡紧张 还开自动挡紧张 你就这么想好这个问题 对吧 那有路由的数据 新手朋友开到5000公里的 累计驾驶里程 安全态度会开始 由负面转向正面趋势 危险行为和事故率 也是由增长转为减少的趋势 这个时候 差不多就可以独自上路 开一些不熟悉的路程了 那新手开车上路 适应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最头疼的其实是停车了 开开没那么难 倒哭 车方移车 这种停车方式 对新手来说 简直就是两座大山 那驾校里教的方法 完全不管用的 那怎么样快速的学会倒车 车方停车 相关的教学视频我也做了 关注我 点我的头像 进我的主页 在那个地方你搜索停车 就可以看到我做的视频了 几千篇干货 你刷一刷翻一翻 说不定也有你想要看的 感谢观看